接下来就说我们上海戏一间播音主题专业的同学 有点 来 你看过哪类的访谈类节目 像什么洋岚 洋岚访谈录啊 然后非常近距离啊 艺术人生啊 这个这三个我们都看过啊 那这样我们就来一个相对来比较熟悉的 时间比较长的一个节目 做一个访谈 艺术人生好不好 好 有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艺术人生 他出身贫寒 早年的摆摊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 他武艺高强 聚水断桥有万夫不当之勇 尤其他忠肝义胆 可谓是得意双心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做客我们艺术人生的就是这位张飞老师 有请张飞老师 飞哥 飞哥你好 飞哥请坐 可以坐坐 对对 飞哥您现在还卖肉吗 啊现在也卖偶尔卖 但是现在已经发大财了也不用卖了对吧 也也不是这从小穷怕了 听说您五岁之前都没裤子穿是吗 飞哥别急我慢慢说 我们家条件老差了小时候 裤子那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没穿过 因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 谁出门谁穿 以前经常要上阵杀敌 那我看您这近视还戴眼镜 那您上阵杀敌怎么办呢 这眼镜 戴着啊 戴着眼镜啊 要不然这倒是有影响 就有时候打着急 眼镜掉了我就撤了 我看 我看您这样 您结婚了吧 结婚了 结婚了 那有孩子了吗 有 那孩子今天怎么没快婚来呢 家里就一条裤子 我穿了累了 你看飞哥现在虽然是已经非常有钱了 还是 哎 等会等会 不好意思啊 喂 媳妇 啊 怎么 你要出门做节目啊 我马上回去 要裤子 要裤子啊 马上 马上 买电话请